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我们这里要讲的是第81道题 先看一下题目,先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一开始讲的是 只是事情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 这句话一看就不是手句 因为这句话说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 但是它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只是说没有按计划进行而已 所以说这句话肯定不是手句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一句说到了 大象的反应如此激烈 研究人员相信 因为无人机听起来很像蜜蜂 大象一点也不喜欢蜜蜂 这句话一开始讲的 the elephant 直代性的词 react so strongly 反应非常的激烈 因为无人机听起来像蜜蜂 这句话应该也不是手句 因为有一个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所以说直代性的名词 还是依旧不是手续 我们再看下一句 这句话第三句话是说 今年早些时候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前往 盆监测该国不断减少的大象数量 前往加盆监测该国不断减少的大象数量 他们带上了三架无人机 计划用他们来清点大象数量 跟踪大象群并绘制他们的迁徙地图 这句话呢我们从意思上来看 它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主要讲的是研究人员去某个国家 去清点大象的数量 他们带了三架无人机 要清点大象 这句话呢主要就讲的是这个意思 并且呢这句话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带词 或者说是一些信号词出现 所以说呢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占定为首句 我们接下来看再看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说到了大象注意到了无人机 这些大象呢注意到了无人机 这一上来呢又是the elephant 所以说呢也不是首句 我们第三句是首句 这个是肯定的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四句话的意思 大象注意到了无人机 无人机在他们上方25英尺的到300英尺的地方 任何地方盘旋 不仅仅是大象注意到了他们 在很多情况下 大象们显得很激动 他们中的一些象呢开始跑步 至少有一次 一头大象用鼻子朝无人机的方向扔泥巴 55岁的杜克大学无人机实验室主任 表明说 他当时呢带着孩子 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是大象对无人机的一个反应 是非常什么呢 是非常激动的 并且甚至有一只象呢 拿鼻子朝无人机的方向扔泥巴 是这句话的一个主要意思 所以说呢在什么情况下 大象对无人机的反应是很敏感的呢 那肯定是用大象来清用无人机来清点大象的数量 首先呢 这句话是第一句话 但是呢 事情没有 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应该是第二句 为什么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呢 因为大象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反应激烈之后呢 反应激烈之后呢 原因是什么 最后一句解释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再把这篇文章的顺序排一下 看是否正确 从第一句话开始 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早些时候呢 要某个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 需要去清点大象的数量 并且的是用三架无人机 去清点大象的数量 但是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像计划那样子进行 这些大象呢 注意到了无人机 并且呢 非常的激动 他们有的大象呢 甚至用鼻子去朝无人机的方向扔泥巴 大象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我们的研究人员表明呢 因为无人机 听起来呢 很像蜜蜂 而大象不喜欢蜜蜂 以上呢 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逻辑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的发展 我们下一个视频的发展 现在我们下一个视频的发展 我们下一个视频的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